兰尾 作者于华 平日一点用没有 到了解药关头差点害人命的 不只是兰尾 还有虚荣 我的父亲以前是一名外科医生 他体格强壮 说起话来声音洪亮 经常在手术台前一站 就是十多个小时 就是这样 他下了手术台以后 脸上仍然没有丝毫倦意 走回家时脚步 咚咚咚咚 响亮而有力 走到家门口 他往往要先站到墙角撒一泡尿 那尿冲在墙上 唰唰之响 声音就和暴雨冲在墙上一样 我的父亲在他25岁那年 娶了一位漂亮的纺织女工 做自己的妻子 他的妻子婚后第二年 就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那是我哥哥 过了两年 他妻子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一个就是我 在我八岁的时候 有一天 精力充沛的外科医生 在连年累月的繁忙里 偶尔得到了一个休息之日 就在家里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上午 下午他带着两个儿子走了五里路 去海边玩了近三个小时 回来时他肩膀上骑着一个 怀里还抱着一个 又走了五里路 吃过晚饭以后天就黑了 他就和自己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 坐在屋门前的一棵梧桐树下 那时候月光照射过来 把树叶斑斑勃勃地投在他们身上 还有凉风 凉风在袭袭吹来 外科医生躺在一张临时搭出来的竹床上 他的妻子坐在旁边的藤椅里 他们的两个孩子 我哥哥和我并肩坐在一条长凳上 听我们的父亲在说 每个人肚子里都有的那一条兰尾 他说他每天最少也要割掉二十来条兰尾 最快的一次他只用了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就完成了一次兰尾手术 将病人的兰尾刷的一下割掉了 我们问割掉以后怎么办呢 割掉以后 我父亲挥挥手说 割掉以后就扔掉 为什么扔掉呢 我父亲说 兰尾一点屁用都没有 然后父亲问我们 那两叶肺有什么用处呢 我哥哥回答 吸气 还有呢 我哥哥想了想说 还有吐气 胃呢 胃有什么用处呢 胃就是把吃进去的东西消化掉 还是我哥哥回答了 心脏呢 这时我马上喊叫起来 心脏就是咚咚跳 我父亲看了我一会儿说 你说的也对 你们说的都对 肺 胃 心脏 还有十二支肠 结肠 大肠 直肠什么的都有用 就是这兰尾 这茫长末端上的兰尾 你们知道兰尾有什么用吗 我哥哥抢先 学父亲的话说了 他说 兰尾一点屁用都没有 我父亲哈哈大笑了 我们的母亲坐在一旁 跟着他笑 我父亲接着说道 对 兰尾一点用都没有 你们呼吸 你们消化 你们睡觉 都和兰尾没有一点关系 就是吃饱了 打个嗝 肚子不舒服 放了个屁 也和兰尾 没关系 听到父亲说 打嗝放屁 我和我哥哥就根根的笑了起来 这时候 父亲坐了起来 认真 对我们说 可是 这兰尾要是发炎了 肚子就会越来越疼 如果兰尾窗口 就会引起腹膜炎 就会要你们的命 要你们的命 懂不懂 我哥哥点头说 就是死掉 一听说死掉 我吸了一口冷气 我父亲看到了我的害怕 他的手伸过来 拍了一下我的脑袋 他说 其实 戈兰尾是个小手术 只要他不穿孔 就没有危险 有一个英国的外科医生 父亲说着躺了下去 我们知道 他要讲故事了 他闭上眼睛 很舒服地 打了一个啊去 然后 侧过身来 对着我们 他说 那个英国的外科医生 有一天 来到了一个小岛 这个小岛上 没有一家医院 也没有一个医生 连一只药箱都没有 可是 他的兰尾发炎了 他躺在一棵椰子树下 疼了一个上午 他知道 如果再不动手术的话 就会穿孔了 穿孔以后会怎么样呢 我们的父亲撑起身体 问道 会死掉 我哥哥说 会变成腹膜炎 然后才会死掉 我父亲 我父亲纠正了 我哥哥的话 我父亲说 那个英国医生 只好自己 给自己动手术 他让两个当地人 抬着一面大镜子 他就对着镜子里的 自己 就在这里 我的父亲 直指自己肚子的右侧 在这里将皮肤切开 将脂肪分离 手伸进去 去寻找盲肠 找到盲肠以后 才能找到蓝尾 一个英国医生 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这个了不起的故事 让我们听得目瞪口呆 我们激动地 望着自己的父亲 问他是不是 也能自己 给自己动手术 像那个英国医生那样 我们的父亲说 这要看是在什么情况下 如果我也在那个小岛上 狼尾也发言了 为了救自己的命 我就会自己 给自己动手术 父亲的回答 使我们热血沸腾 我们一向认为 父亲是最强壮的 最了不起的 他的回答 进一步巩固了 我们的这个认识 同时 也是我们 有足够的自信 去向别的孩子吹嘘 我们的父亲 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我哥哥指着我 补充道 我们两个人 拍一面大镜子 就这样 过了两个多月 到了这一年秋天 我的父亲的栏尾 突然发炎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 我们的母亲 去工厂加班了 我的父亲 职完夜班回来 他进家门的时候 刚好我们的母亲 要去上班 他就在门口告诉他 昨天晚上一夜没睡 一个脑外伤 两个骨折 还有一个青霉素中毒 我累了 胸口都有点疼了 然后我们的父亲 捂着胸口 躺在床上去睡觉了 我哥哥和我在 另一间屋子里 我们把桌子 放到椅子上去 再把椅子 放到桌子上去 那么放来放去 三四个小时就过去了 我们听到父亲屋子里 有哼哼的声音 就走过去 凑在门口上听 听了一会儿 我们的父亲在里面 叫我们的名字了 我们马上推门进去 看到父亲 像一只虾那样 弯着身体 正刺牙咧嘴地望着我们 父亲对我们说 我的蓝尾 哎 疼死我了 急性蓝尾炎 你们快去医院 去找陈医生 找王医生也行 快去 去 我哥哥拉着我的手 走下了楼 走出了门 走在了胡同里 这时候我明白过来了 我知道 父亲的蓝尾正在发炎 我哥哥拉着我 正往医院走去 我们要去找陈医生 或者去找王医生 找到了他们 他们会做什么呢 一想到 父亲的蓝尾正在发炎 我们心里突突地跳 我心想 我的父亲蓝尾 总算是发炎了 我们的父亲 就可以自己 给自己动手术了 我和我哥哥 就可以抬着一面大镜子了 走到胡同口 我哥哥站住脚 对我说 不能找陈医生 也不能找王医生 我说 为什么呢 他说 你想想 找到了他们 他们就会给我们的 爸爸动手术 我点点头 我哥哥问 你想不想让爸爸 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呢 我说 我太想了 我哥哥说 所以不能找陈医生 也不能找王医生 我们到手术室 去偷一个手术包出来 打镜子 家里就有 我高兴地叫了起来 这样就能让爸爸自己 给自己动手术了 我们走到医院的时候 他们都到食堂里 去吃午饭了 手术室里只有一个护士 我哥哥让我走过去 和他说话 我就走过去叫他阿姨 问他 为什么长得这么漂亮 他嘻嘻笑了很长时间 我哥哥就把手术包偷了出来 然后我们回到了家里 我们的父亲听到我们进了家门 就在里面轻声叫起来 陈医生 陈医生 是王医生吧 我们走了进去 看到父亲额上全是汗水 是腾出来的汗水 父亲看到我们走进来 既不是陈医生 也不是王医生 而是他的两个儿子 我哥哥和我就哼哼地问我们 陈医生呢 陈医生怎么没来 我哥哥让我打开手术包 他自己把我们母亲 每天都要照上一会儿的 大镜子拿了过来 父亲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他还在问 王医生 王医生也不在 我们把打开的手术包 放到父亲的右边 我爬到床里面去 我和哥哥就这样 一里一外地将镜子抬了起来 我哥哥还专门俯下身去 查看了一下 看父亲能不能在镜子里 看清自己 然后我们兴奋地对父亲说 爸爸你快点 我们的父亲那时候 疼歪了脸 他气喘吁吁地看着我们 还在问什么陈医生 什么王医生 我们急了 对他喊道 爸爸你快一点 要不就会穿孔了 我们的父亲 这才虚弱地问 什么快 我们说 爸爸你快自己 给自己动手术 我们的父亲 这下明白过来了 他向我们瞪圆了眼睛 骂了一声畜生 我吓了一跳 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就去看我的哥哥 我哥哥也吓了一跳 他看着父亲 父亲那时候疼得说不出话来了 只是向我们瞪眼 我哥哥马上就发现了 父亲为什么骂我们 他说 爸爸的裤子还没有脱下来 我哥哥让我拿住镜子 自己脱去父亲的裤子 可我们的父亲 一巴掌打在我哥哥的脸上 又使竹的劲骂我们 畜生 吓得我哥哥赶紧滑下床 我也赶紧溜下了床 我们站在一起 看着父亲在床上 虚弱不堪地怒气冲冲 我问哥哥 爸爸是不是不愿意动手术 我哥哥说 不知道 后来 我们的父亲哭了 他流着眼泪 断断续续地对我们说 好儿子 快去 快去叫妈妈 叫妈妈来 我们希望父亲 像个英雄那样 给自己动手术 可他却哭了 我哥哥和我 看了一会儿父亲 然后我哥哥拉着我的手 就跑出门去 跑下了楼 跑出了胡同 这一次 我们没有自作主张 我们把母亲叫回了家 我们的父亲 被送进手术室时 蓝尾已经穿孔了 他的肚子里全是浓水 他得了护膜炎 在医院的病床上 躺了一个多月 又在家里休养了一个月 才重新穿上白大褂 重新成为了医生 可是他再也做不成 外科医生了 因为他失去了过去的强壮 他在手术台前 站上一个小时 就会头昏眼花 他一下子瘦了很多 以后就再也没有胖起来 走路时 不再像过去那样 咚咚的节奏分明 常常是一步迈出去大 一步迈出去又小 到了冬天 他差不多每天都在感冒 于是他只能做那颗医生了 每天坐在桌子旁 不急不慢地和病人说着话 开一些天天都开的厨房 下班的时候 手里拿一块酒精棉球 边擦着手 边慢吞吞地走着回家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们经常听到他埋怨我们的母亲 他说 说起来 你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其实是你生了两条篮尾 平日里一点用都没有 到了几要关头 害得我差点丢了命 我们下班的节奏